所有的怒火 在这一瞬 全部烟消云散 心软了 他到底有什么不满足的 钱 房子 车子 他想要什么 他都可以给他 他甚至可以宠着他 只要他乖乖地跟着他 傻妞 为什么你就不能顺着我 顺着你 你就能放了我吗 女人的嗓音里哭腔格外明显 我不能 她的声音低沉沙哑 但却是实话 她不是不放 而是真他妈放不了 说完 她站起身直奔浴室 镜子里的自己 仿佛在嘲笑她的狼狈 一日 晴 阳光灿烂 总结了一个晚上 元素觉得 路还得走下去 她还有家人要照顾 所以 凭借生存本能的忍耐 咬着牙 逼自己 承受这不知所谓的生活状态之外 别无他法 一大早 钱奥就精神抖擞地起床了 从东到西地指挥元素做事 自在地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小保姆 元素也不反驳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不谈眼皮 不说话 钱奥横眼看 竖眼看 斜眼看 看来看去 也看不出这个女人抽的是哪门子锋 究竟要出什么幺蛾子 牛 给我准备衣服 元素漠然 静止走到衣橱间 结果 吓了一大跳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一个男人 居然会有这么多衣物 上装 下装 衬衫 领带 春夏秋冬 各种款式分门别类 占满了衣橱间 足足一百来个平方 而像这样的窝 谁知道她还有几处 怪不得这个男人的优越感 表现得如此淋漓 原来 权贵之家的衣食住行 是她这种小老百姓 想都无法想象的 摇了摇头 她随便取了几件 丢到她面前 你也太不懂多搭配了吧 钱奥故意找茬 元素 默不作声 傻妞 我跟你说话呢 听不见还是咋的 大象喂了吗 钱奥实在受不了 她这个样子 就像面对着空气 自言自语一般 冷冷地瞟了她一眼 元素到了院子里 大象的住宅 给她放上香喷喷的狗粮 装上清水 看大象吃得欢天喜地 而她苦逼得想杀人 气场太强了 站在她身后的钱奥 倒抽一口凉气 这女人浑身迸发出的 那都是杀气呀 小娘们想要绝地大变身 我靠 她就不信 就一个晚上 小野猫就变成了小白兔 我去公司了 送我到门口 元素提着她的公文包 默默地跟上 我说 你还真哑巴了 钱奥算是彻底折服了 从昨天晚上哭过开始 她就没说过一句话 怎么斗 怎么哄 都无济于事 太挫败了 钱奥怒了 一把抓过来 钱在怀里 就往她嘴上凑 不说话 那亲你 总有反应吧 元素睁着眼 瞅她 任她亲吻 面无表情 钱老二 这回是真怒了 她已经 把有限的好脾气 全都用在这女人身上了 元素 你能不能正常点 你他妈哪里不舒服 你就说 别像个闷葫芦似的 闹心 元素仍旧当她是空气 置若罔闻 她想说什么来着 跨出门的长腿 又撤了回来 拉着元素就上了楼 小娘们 还真治不了你 换衣服 跟我走 元素老老实实的换上 早上她的私人助理 送来的衣服 据说是为她定制的 也不避讳 她在旁边瞧着 满条丝里的穿戴整齐 再一次 眯起那双瑞丽的眼 钱奥觉得 自己还真看不透 这女人了 以前她蹬鼻子上脸的 敢和她死磕到底 她不怕 现在不吵不闹 悉听尊便的样子 反而让她心里发毛 元素 看着我 元素平静地抬起头看她 独角戏还真是不好唱 嘴角抽了又抽 这女人简直就是食骨不化的 智能降温器 放这个发神经的女人在家 她不太放心 索性带在身边 一上午 元素就像个花瓶般 被摆在董事长办公室 看她人模狗样的办公 在秘书助理们诧异的目光中 她觉得脸快丢尽了 幸好能进这间办公室的人不多 简单的工作餐后 又去了加兰湾高尔夫俱乐部 她约了正厅长 还是老城区开发那档子事 正厅长约母五十来岁 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 打扮得一丝布狗 一身的官微 乍一件元素 眼睛疏得发亮 和钱奥握过手后 又把手伸向元素 这位小姐你好 本来元素只想做一只沉默的花瓶 可她的教养又不容许自己让人太难堪 礼貌地点头 手刚一伸出去 却被一只斜插过来的大手挡住 大手的主人礼貌地做了个邀请的动作 正厅长请 正厅长尴尬地笑笑 一行人边走边聊 进了各自的更衣室 高尔夫是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 元素自然不会 钱奥去更衣 他就在外面等候 坐立不安 阳光下 俱乐部里 Taskernin风格的各种配套建筑 看起来奢华富丽 远处高尔夫球场的草坪 绿得像一块油布 可他却没有一点心情欣赏 妞儿 走了 文言转头 他不由得一睁 男人穿了一身白蓝相间的Colorway运动服 头上扣着一顶球帽 身材挺拔 健硕而不夸张 没想到他穿运动装也能这样精神帅气 傻了 才知道老子长得帅 元素微窘 钱奥黑毛里就扶起一丝笑意来 将一副墨镜往他的鼻梁上一架 太阳毒 别把眼睛伤了 沉默 不支声 任由男人拉着他坐着电瓶车去发球台 正厅长和他的秘书小刘 还有钱奥的助理等人 已经等候在高尔夫球散下 男男女女好几个 元素不认识 也懒得认识 钱奥 年轻人身体怎么不利索 等你好久了 还是正厅长老当义壮 对待正厅长 钱奥既不热络 也不怠慢 将水瓶塞给元素 戴上手套 接过球筒送过来的球杆笔划 动作熟练 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年轻人 咱们玩个新鲜的赌注 正厅长似笑非笑 以老卖老 随意一笑 钱奥优雅地做出了个击球的动作 高尔夫在国内 沦为赌博的工具 已是不争的事实 他并不意外 赌什么 瞥了一眼 漠然而立的元素 纵使女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正厅长 也有些按耐不住 况且 连昨晚上那个大明星 钱老二都不怎么待见 这女人再美 也不过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只要许以利益 咱 高尔赏见输赢 我输了 老城区开发项目指定归你 你要是输了 钱奥慢慢地眯起眼 笑得诡诀 我要是输了 如何 有信 握着球杆的手紧了紧 正厅长觉得 自己肯定被这小妖精勾魂了 那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元素 近乎贪婪 我想用这根球杆 试一试 一杆进洞 是个啥滋味 一杆进洞 本是高尔夫术语 可被这正厅长一说 却淫秽不堪 平日里 大小官员们 随便开一些 昏速不计的玩笑 本是家常便饭 可这么当众 一有所指地说出来 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他毫不掩饰地 隐血眼光 盯得元素直发毛 脸庞瞬间涨得通红 呸 钱奥不怒反笑 那笑容 胭脂地让元素胆战心惊 而正厅长 却浑然不觉 见他笑了 心里那个舒坦劲 传闻 钱老二被玩过的女人 都气如碧履 昨晚那大明星 不就是名利吗 一想到 这个女人 将会属于自己 心里乐得 差点开了花 可她的兴奋 只持续不到半分钟 就再次听到 浅奥音策策的声音 我说 郑厅长 这赌注 也太小了 多没劲 要玩 咱不如玩点大的 老郑当然也不傻 这话 他倒是听出点苗头来 可转念一想 虽说 钱老二名声不太好 不是个擅长 可自己 好歹 也是个厅级干部 量他 也不敢 把自己怎么样 呵呵 那钱董 说怎么赌 你年纪不小了 怎么说 我也不能欺负你 这样 这局让我女人陪你玩玩 不过这赌注忙 得再加大点 听他这么一说 元素一愣 转眸死瞪着他 心里仿佛裂开了一个很大的空洞 这男人还真要将自己赌出去 他连球杆都没摸过 不是摆明了书吗 一看女人 捧了大半天的小脸 终于有了表情 钱奥满意地眯起眼 揽住他的肩膀 不会玩没关系 我教你 见他智德意满 邪乎 老郑额头有点冒虚汗了 壮死漫不经心地摸着球杆 钱奥嘴角擒着笑 笑容显得意味深长 郑庭长 这个玩高尔夫和做人 是一样的道理 讲究的是力量与技巧 下盘要扎实 稳打稳扎才好 我看你下盘又低又松散 只怕是不能流畅的推球 更控不了球 政治圈里沉浮多年的郑庭长 当然听得出 这钱奥的话是寒沙摄影他的仕途 可话逼到这份上 骑虎难下 他想示弱也不允许 求要一杆一杆地打 分要一分一分地得 钱奥也是个明白人 不到最后谁知道输赢 低笑一声 钱奥毫不客气地反驳 我喜欢痛快的 一杆定输赢 赌什么 勉强地笑了笑 郑庭长这会儿几乎是硬着头皮了 一杆激动地提一好 不过得看是哪个球动 还得看是谁的杆 这些年 在这时 郑庭长也算是官运亨通 可我怕这一局堵下来 你不仅输不起 还会连本带立 血本无归 心一抽紧 郑庭长感觉冷汗爬上了脊梁 喉咙噎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钱老二的背景 他大概也知道一些 凭自己现在的根基 以卵基石啊 秘书小刘 不是说钱老二从不在意女人的 狗日的 差点换事 心下有些侧然 美人和官徒 孰轻孰众 他还是拎得轻的 他扶了扶额头 有些惋惜的怅然一笑 钱二少 郑某人多有得罪 您大人大量 这样 比动赛太伤身 还是比干赛吧 谁输了 晚上谁请吃饭 勾起嘴角 浅傲放下球杆 脸上的肃杀之气 消退了不少 这老东西这么不惊吓 一虎就怂 不过敢觊觎他的女人 总归得让他吃点苦头才行 这突然转了风向 把元素搞得莫名其妙 人都走远了 他还傻傻的处在高尔夫伞下面 喝了一大口水瓶里的水 才想起是姓钱的刚才喝过的 狠狠地擦拭了一下嘴角 心下懊恼 没想到那男人以暴制暴 三两下就把人给收拾了 急目远眺 那男人正挥杆鸡球 动作行云流水 倒真是长了一副好皮囊 像他这种人 生来就是让人供着败着的吧 站在哪里都是鸡里那只鹤 光芒耀眼 总得凌驾在别人头上才肯罢休 一直打到傍晚 他们才收根 最后钱奥以三十八干之数 赢了郑厅长 晚饭是在俱乐部的餐厅吃的 郑厅长执意要请 热情的让人受不了 简直比伺候他爹还殷勤 而元素一脸的苦笑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得罪了 天上的哪路神仙 非得到凡间来受这活罪不可 只盼着时间能过得快一点 可他依然按照自己的定律 慢慢转动 吃东西 见女人性味所然的样子 钱奥夹了一大筷子菜 放他碗里 我不饿 他现在对吃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和这些人在一起 心里就餐得慌 钱奥脸色一沉 这女人是真真的不识好歹 钱奥 来 我敬你一杯 郑厅长目光复杂的扫过一只锤着头的元素 元小姐 你也一起卖正某人一个面子 她还有面子 可眼角的余光 飘到性前的在皱眉 很不高兴的样子 没等她发作 她就举起酒杯来 深呼吸 然后面色平静的一眼而尽 众人一阵叫好声 一看到某人臭着一张脸 她突然从胸口升起一丝快意 她不乐意 她就愿意 她很少喝酒 一杯酒下肚 顿时面红耳赤 脸上一片醉人的坨红 郑厅长见状 爽朗的大笑 满意的仰起脖子 一杯茅台酒 瞬间没了 饭桌上敬酒是必修客 接下来又轮了几圈 元素在某人的瞪式中又喝了几杯 都说借酒交愁 原来还真不假 她几杯酒下肚 近日来放在心里那些 赌像是开了腮似的 舒畅了许多 生活不就是这么狗血吗 一扭头 钱某人一张脸铁青 闹眸光里的狼性又增添了几分 她感觉有点干颤 借口上洗手间 逃也似的跑了 貌似真喝多了 她的头越发晕了 盐也有点花 跌跌撞撞的走出洗手间 却被同样喝到二不挂舞的正厅长拦住 那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情欲 正厅长觉得自己喝得有点高了 虽然钱傲的威胁还在耳边 只是看着眼前的那小美人 那心里就痒痒的不行 那胸 那腿 那小腰 在眼前晃啊晃啊 这小妖精皮肤怎么这么水嫩 不摸上一把都对不起自己这双手 李智告诉她 不行 这是前老二的女人 可那股燥热直往脑门上冲 她明知道要坏事 却管不住自己了 她晃了晃脑袋 最终淫欲还是战胜的李智 小乖乖 来 让我亲一口 想死我了 她一把扑过去 想要抱住眼前的女人 元素拼着仅有的几分清醒 猛的侧过身来 正厅长就扑了个空 亮腔的撞到墙上 可一回头 又咧着嘴笑 朝她走过来 那老脸上挂着让人恶心的兽性欲望 她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去 隐约记得角落里是有一把清洁用的长托布的 这些贱男人 怎么就这么贱呢 屈辱 愤怒 让她的小宇宙再一次爆发了 眼睛里全是反抗的坚决 反手一抓 那把长托布就握在手中 猛的奋力往眼前的臭男人脑袋上砸去 正厅长本来就脚步不稳 而元素又是拼了命的击打 他有点招架不住了 只管用手护住头脸 可元素这会儿脑袋晕 眼睛却贼亮 他护头 他就打脸 他护脸 他就砸头 有长兵器在手 战斗力果然是成倍的增长 心里豪气顿生